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用各类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 有什么重要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签证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移民签证 除了移民签证以外 其他的都叫非移民签证 包括有工作签证像H1B,L1等等 这些是可以有移民倾向的 还有其他类型的签证 比如说有O1F1学生签证 J1访问学者和交流签证 还有B2探亲旅游访问签证 那我们知道因为大的国际环境 所以一些人比如说中国留学生 访问学者说入境美国 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了更多的盘问 有的人被留置被遣返 然后除此以外 据我们了解 也有一些人比如说用B2这样的签证 没有被允许入境 或者也遇到了更多的盘问 入境美国的有效时间减少了 首先大家知道 你随身携带的这些电子产品 这个在入境的时候 是可以被CBP 入境部门然后来检查的 这个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美国公民也是这样的 你在入境美国以前 技术上说还不算在美国境内 还不受美国法律的保护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够联系律师 或者要律师陪同 所以更需要此前做好准备 在边境部门工作的可能也有华裔的 或者懂中文的工作人员 有的人说他怎么说呢 他带的图片视频里面有一些暴力的 或者其他的违法的内容 违禁的内容 因此就遇到麻烦 我们听说过有这样的例子 也有一些人比如说讨论 说我一到美国我就不上学了 我马上要去哪里打工 然后或者说我就要马上办 后续的移民的申请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 总之不太合适的文字内容 讨论内容 这个也有可能会给申请人造成一些问题 不仅仅限于微信的讨论 也有其他的email 或者你保存的文件等等 那么说到文件呢 不只是电子版的 那也还有随身携带的 有的人用B兔 此前他把中国的工作辞掉了 房子卖掉了 带着全套办移民的文件入境美国 那在被问到要解释的时候呢 他也不容易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人因此也被更多盘问 或者被遣返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那有的时候呢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包括留学生啊 即访问的人啊 可能会被问到 当美国这个目的是做什么 你此前在中国做什么样的工作 具体的项目 方向 单位 等等 这些 那当然呢 这个你需要如实回答 但是可以简洁的说明 同时呢 可以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当然要从事实出发 可以有一个整体的简洁清晰 有说服力的说明 那包括你到美国的目的 那比如说用必签证 对吧 你说我要到美国旅游啊 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美国有一些想要去的固定的景点 比如说尼亚加拉瀑布啊 拉斯维加斯啊 纽约啊 加州啊 等等啊 像这样的 你能够说出来 而不是说我现在还没有任何想法 过后走一步 看一步 这个不好 订了美国国内的机票啊 酒店等等 那像这样呢 也就更有说服力 还有呢 如果说你拿的是学生签证啊 旅游探亲的签证啊 那你如果说能够表明和中国的联系 这个也会有帮助 那比如说你在中国的工作 资产 收入 家庭联系 其他联系 等等 这个也会有帮助 那我们知道呢 最近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有新的政策 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可以申请绿卡 不是说你申请绿卡了 就不能保持在美国的学生签证身份啦 就不方便延期啦 等等 同样的呢 那你已经办了这个移民申请的 也还是有可能取得非移民签证 包括F1学生签证 包括B2旅游探亲 美国移民签证等等 像这样 所以这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也有若干的客户 有这样的例子 提交了485申请等等 以后又拿到了非移民签证 但是呢 那你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有的人讲到 那我办了移民申请 将来要取得绿卡 但是呢 就还有排期 还有其他的不确定性等等 我这一次现在入境美国并不准备就一直留下直接取得美国绿卡等等 那这个呢 也对于顺利入境有帮助 那这是一些简单的例子 具体的当然因人而异 case by case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有一些人 现在尤其来自中国的 这个用签证入境美国 比以前要更难一些 那大的环境呢 不是我们个人能够简单改变的 那个人呢 可以相应的来应对 看到怎样更好的顺利入境美国 那我们前面呢 提到了一些注意事项 重点内容 关注的地方 要怎样做准备 如果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好 谢谢